关联分类器AC是一种监督式学习模型 它使用关联规则来分配目标值 关联分类这个术语是由Bing Liu等人创造的 作者定义了一个由规则组成的模型 该规则的右侧仅限于分类类属性 是一种使用关联规则来分配目标值的监督学习模型 关联分类这个术语是由Bing Liu等人创造的 作者定义了一个由规则组成的模型 该规则的右侧仅限于分类类属性 关联分类器AC是一种监督式学习模型 它使用关联规则来分配目标值 关联分类语词是由Bing Liu等人创造的 仅限于分类类属性 相较之下 传统分类器是一种监督学习模型 它使用决策术 神经网络或支援向量机来分配目标值 传统分类语词是由Bing Liu等人创造的 使用关联分类器的优点包括 一、关联分类器易于解释和理解 使其成为资料科学家新手的好选择 二、关联分类器训练速度快 使其成为时间敏感应用的好选择 三、关联分类器易于实现 是小型专案的好选择 四、发现资料中的模式 使其成为探索性资料分析的良好选择 是的,关联分类器可用于分类和回归任务 关联分类器是一种监督学习模型 它使用关联规则来分配目标值 关联分类这个术语是由Bing Liu等人创造的 作者定义了一个由规则组成的模型 该规则的右侧仅限于分类类属性 这意味着关联分类器可用于分类和回归任务 是的,关联分类器可用于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关联分类器是一种监督学习模型 它使用关联规则来分配目标值 关联分类这个术语是由Bing Liu等人创造的 作者定义了一个由规则组成的模型 该规则的右侧仅限于分类类属性 然而,关联分类器也可用于无监督学习 在无监督学习中 关联分类器可用于发现 为标记资料中的模式和关系